接著請周春明委員 謝主席 那是不是也請主席邀請謝貝提名人上臺 謝教授、謝貝提名人好 那我想身為一個法律學者 你擔任法學教授到現在 從1998年開始任教台大法律系 那專精於民法、著作權法、商標 是1990年抱歉1990年 1998年是深任鄭教授 好 那就在相關的智慧財產法的領域 我想你是權威啦 那台大法律系的老師李茂生教授 他給你取了一個綽號是小綿羊嗎 那我想在台大法律系 這個綽號還有謝綿羊老師你的這個名字 大概是可以等同於智慧財產權的代名詞 那我想也是今天可以站在這個國會殿堂上面 來接受我們就立法院對被提名人的一個審查 我想這也是一個致大的榮耀 首先在這邊恭喜你齁 那此外也從你的自傳裡面也看到你也積極的參與公共的事務 那就一些人權的運動或者一些人權的主張 你從來也不會另於或者害羞去表達 那我想也是因為有這樣的一個言論 所以早上這個相關的委員在質詢的時候 有比較多一些政治上的一個提問 那我想這個也是要面對的啦 畢竟是到立法院來就是接受大家的 從各方面的審查 從各方面的檢驗 那我就延續剛剛有委員的一個提問 我想這一次的有關於司法院大法官的被提名人的審查 相較於三年前的一個審查 有一個很重要很重要的差別 或者一個關鍵因素 就是在於我們的憲法訴訟法 在去年年底立法院三讀通過 那總統在今年1月4號公布 那在2022年要即將來施行 那從中間當然就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憲法的裁判審查 那在這個部分有一些相關的背景因素 我們大概先來釐清喔 剛剛這個首先我們可以考慮到的就是說 現在將來如果說在這個新制實行之後 就會有很多很多的案件湧入憲法法庭 那剛剛謝教授、謝貝提明人你也提到了 將來我們要用憲法訴訟法61條來檢驗 到底什麼樣的案子 我們可以來放進我們的憲法訴訟法庭裡面來審查 那你剛剛提到說第一個 就憲法有需要在產民的必要 另外還有超越個案的一個必要 那這個是德國他們多久以來形成的一個標準 你可以在這邊再跟我們說明嗎 這部分其實我相信案例是非常的多 那這個標準只是一個抽象的標準 那他們幾十年來的運作 那我相信在處理上 我們未來這個憲法的訴訟 要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 如何去把這些抽象的不確定的概念去把它釐清 那離境的方式我覺得比較重要的就是 必須要把這個德國憲法法院的一些判決 能夠拿來做比較體系性的研究 這樣台灣目前我們的學術單位或者大法官 憲法法庭有做這樣的一個整理嗎 目前我不清楚他們是否有做這一部分的整理 那是不是會這樣子的一個被認為說 那我們還是follow這個德國的憲法法庭的運作再走 會不會有這樣的一個疑慮呢 基本上也不算是follow是參考 因為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國情 那我相信這個司法院當時在修訂這個憲法訴訟法的時候 應該也是相當大量的參佐了德國憲法法院的一些做法 那至於說他們有沒有系統性的去做研究 這個我就不是很了解 謝謝 那接下來我再具體的提問 就是說在你的學術或實務的工作生涯中 你自己有沒有遇過什麼樣的案件 或者你關心過什麼樣的一個狀況 是可以符合憲法訴訟法61條這樣的一個受理標準的 這個問題就有點抽象 那可能也不太容易回答 那我只能夠去想就是說一個比較抽象的一個狀況 因為我的專長比較說是在科技發展的這一塊 那科技的發展有時候其實會跟人權的保護產生一些衝突 那譬如說像一些在公共場合的人臉的辨識 那這個像在這方面在中國他們就做得非常的普及普遍 密度非常的高 但是呢在這個已開發國家的話 這一部分是他們是非常的戒慎恐懼的 那這個譬如說 舊金山他們就立法禁止公部門進行人臉辨識 那包括警察機關 然後甚至於微軟公司他也拒絕幫美國加州的警方安裝人臉辨識系統 因此有可能未來這個如果說這個我們政府認為說 這個人臉辨識這個是蠻重要的 然後呢拿來做普遍的運用 那有些人會覺得說那我的這個權益受到侵害 因此這個來提起這些憲法的這個訴訟 那我是覺得說在這樣的一個假設的一個狀況底下 其實是有這個可能性的 所以這部分你的態度就是說 這個立法政策上面當然的行程還是尊重國會 那到時候是不是有符合憲法這些相關人 基本人權的保障或沒有侵害這個標準在委由 憲法法庭來審查 但是在立法政策行程之前 你不便在這邊表示過多的意見 是的 謝謝 好 那另外我現在再來具體的提問 就是說在2016這個新的司法院院長上任 他也是首席的大法官 那從上任之後到現在總共做了35號的解釋 那其實相較於以前這個比例這個分量 這個數量算是多的 那其實在一開始的時候我們是很高興 因為覺得大法官會議動起來了 比以前的這個運作上面成就上面更高 我個人在司法法治委員會質詢的時候 我也不諱言 就是司法院這兩三年來一個很重要的成績 但是很多很多的大法官會議解釋出來之後 其實有一個界限 就是說他就有一些的相關的一些法律或者是法令 他並沒有做一個違憲的認定 但是他會在就相關的政策上面 他會做一些憲法上面或者是立法政策上的指導 我想請教謝貝提明人 你對這樣子的一個方式的運作 你有什麼樣的意見 這個問題確實是相當複雜的一個問題 那特別是說 我也觀察到在有一些大法官的這個解釋裡頭 他們會用病與指名的這個方式來做一些指導 那這個就牽涉到 那這個司法機關在做違憲審查的時候 到底是應該這個尊重國會啊 或者是行政機關他們的判斷 那或者是說他們應該更積極的去介入 那這個就在理論上有這個司法積極主義啊 還有司法自治的這些問題 那我個人是比較傾向於說 要看他的審查的事項別 來作為一個決定這個介入的一個深度 那如果說他今天牽涉到的事項 是屬於比如說基本人權 包括對言論自由啊 或是思想自由的一些這個侵害的一些案件 基本權利的保障 那這些那我認為說他在這個處理上 他就或許可以用比較寬的標準來做認定 但是在其他的比如說比較像是經濟性的事物啊 那這些可能還是讓立法行政機關 他們去做充分的思考 然後呢去做立法會比較適當 那有時候這個在大法官的這個會議解釋裡頭 太多的這些行政性的指導 並與指名這些 似乎並不是好事 好 謝謝 那我接下來再請教 昨天在這邊我也曾經請教這個蔡宗禎被提名人 其實就是說現在的這兩三年 兩年半的一個大法官會議的運作 我們大概總共解釋了35號 那將來整個憲法訴訟新制施行之後 大量的案件希望能夠透過憲法法庭 不管是在人民期待的人民想要的這個 所謂第四省的救濟 或者是說我們從憲法上面基本去看看說 到底這些相關的裁判有沒有違反到憲法 但到時候的運作上面確實是一個大問題 那昨天蔡宗禎被提名人她是認為說 這個部分將來可以透過 因為我們現在的解釋 都是針對法律 這個法律或者是法令來做解釋 將來我們的審查的訴訟標的就限於這個裁判的個案 所以將來就會盡量減少這樣的情況 但是裁判的個案量是非常大的 我想說在兩年半之後這個新制會施行 那我想被提名人應該也可以順利來榮獲這個大法官這樣的一個職責 那到時候怎麼樣的運作 你目前有任何的一個想法或者一個方向嗎 是的 這個問題呢 其實是一定要面 一定會面對一定會產生的問題 那特別是說對於裁判是否涉及違憲 有沒有違憲之餘 那我想當然就是在我們一般的司法改革裡頭 如何去提高這些審判的這些正確性 那我覺得這個是基本的工作 但這個跟大法官是沒有什麼關係 那大法官當然如果前面做得好 大法官這邊的這個案件可能就會少 那但是無論如何這些案件一旦進來 那如同剛剛這個我回應余委員的就是說 如何去選案 選案的標準這個就蠻重要的 但是除了選案的標準之外 那你如何去審理這些案件 這個也是蠻重要的 那在審理的這個過程中 那當然這個大法官他對於這個判決本身 以及判決所牽涉到的事實 還有所牽涉到這個違憲的議題 那我是認為說大法官的解釋 基本上也是必須要能夠符合社會的一個 一個共同的理念跟價值 那大法官所做的這個決定 不能夠是閉門造居 因此如何透過辯論 如何甚至於透過這些公開的徵詢 例如像美國的法庭自由 我想將來法庭公開辯論這個是原則 那就是說廣為了解這個社會大眾 特別是這個領域的這些專家學者 他們對這個議題的看法 那經由辯論還有這些 譬如說法庭自由 能夠對於所牽涉到這個問題 能夠有更深入的了解 之後再去做一個決定 那我覺得這樣的決定 應該會比較能夠更貼近 這個真正我們所謂的憲法審查的標準 那接下來我再做最後一個提問 那其實在兩年 就是上一次的大法官的被提名 整個審查過程中 民間有給多很多的充分的意見 那當時好像七位大法官 大概也都有就民間的提問 做出一些相關的回答 那這一次呢四位大法官被提名人 都沒有做相關的回答 所以民間的監督團體 他們昨天有表示非常的遺憾 不予推薦 那我想這是一個可以討論的一個議題 因為他們詢問的除了是說 你個人的特質是不是任大法官 或者是說在你的學術生涯裡面 你哪些認為說你是主任大法官 或者是你將來的憲法訴訟的審查 你是基於什麼樣的標準 我想這個都是可以公開來討論 那也是這兩天大家站在這邊 接受大家的檢驗的一個基礎 但是還是有很多很多的個案 可能你們在這邊也沒有辦法答 包括有一些現在在受理的案件 包括有一些在立法政策上面 立法機關還沒有做決定的一些法案 那我想這個大家都有它的困難度 要求你們在這邊答 那我在這邊我要提出一個數字 這當然不是要被提迷然去認為說 這個對或者是錯 我只是說我們共同來討論這樣的一個方向上面 我們是希望這個社會的意見能夠 包括不同的包括協同的包括相同的都在一號的大法官會議解釋呈出來 這樣會不會讓這個 當然大家可以來檢驗這個大法官對這個議題的態度 我想你們是公開透明的 但是是不是會去減縮於這個大法官會議解釋的這樣的一個 結論的一個效力或者是它的程度 因為看得出來好像還是很多人不太贊成 我想最近的一個777號的解釋就非常的明顯 15位大法官裡面有14位大法官提出意見書 那大家都不知道到底 我本文當然很好看 但是本文為什麼會形成之後 還有這麼多人提出不同的意見書 還有這麼多大法官提出他的意見書 我想這是值得探討的 就教於謝貝提名人 好 謝謝 首先對於這個民間團體 監督團體他們所提出的問題 我們都非常的慎重 然後去思考這些問題 那一方面是因為時間短 另外一方面就是這裡頭也監測到一些審理中 或者是屬於立法中的一些問題 那更重要的其實是我們基於對大院的一個尊重 因為在這個憲法上我們基本上是要受到立法院的通過 因此我們相信說民間團體所提的這些重要的問題 所以這些立法委員們在這個質詢的這個過程中 也都會把他們提出來 所以說那我們後來就決定在我們的這個書面的這個口頭裡頭 先做初步的回應 就是在剛剛的這個十分鐘的報告裡頭 那這個其他的細部的話 就在質詢的時候再來回應 那我們並不是不尊重民間團體的看法 我想這部分跟社會大眾說清楚 那就這個意見書的部分呢 這個問題你將來你怎麼看 確實 就是說過去我也曾經聽過之前的一位很有名的大法官 叫做王哲健大法官 那他卸任之後呢 他就很有感慨說現在的大法官們不同意見 寫同意見越寫越多 那他不認為說這個是一個好的現象 那基本上從最近的一些解釋 其實似乎也看到這樣子的一個影響 因為如果這個大家都盡量的在自己的不同意見 寫同意見裡頭去表達自己的意見 但是呢在解釋的主文裡頭或者解釋文裡頭 其實是寫得很模糊的 因為模糊才能夠得到大家的共識才能夠通過 對那就留下很多解釋的空間 那這些解釋該如何去解釋 那不同的人呢就去抓不同的寫同意見 或不同意見 然後呢說你看這個大法官 這個大法官他持什麼樣的見解 然後呢就認為說這個才是真正解釋主文的意思 那另外別人可能又拿不同的大法官的見解 因此我是覺得說其實真正有拘束力的是這個解釋的這個本文本身 因此我是覺得說未來在這個發展上面 特別是說我想這個當然未來憲法訴訟 還是會有這個機會可以去寫這些不同意見寫同意見 但是呢我覺得重要的就是要在這個主文本文裡頭 把這個真正的意見把它清楚的把它呈現出來 這樣子避免民眾在適用上面的一些疑慮 好我想身為法律人 仍站在國會殿堂接受司法官被提名人的同意審查 是個榮耀 我身為法律人能夠站在這邊 來就這個部分詢問與你也是我的光榮 再度恭喜你祝福你這個能夠獲得同意權的審查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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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請周陳秀霞委員 謝謝